东莞高部,玉圆集团工会联合会与球赛圆满举办。 玉圆集团工会联合会与球赛在18日正式开赛,各单位参赛共100余位运动员,其及高部两友与球馆。 球赛开幕式在8点半开始,华南区行政中心全责主管李陆佳协理,行政中心赖长伦执行经理,工联会政校兵副主席,梅俊霞副主席,陆滨权副主席,ASC圣战胜执行经理及各单位工会主席出席了开幕式。 李陆佳协理在开幕式上为本次比赛制开幕词,健康源于运动,公司在公联会主导的各项大型赛事都是参与者众多,展现出公司广大员工积极的精神风貌。 。 华南区行政中心全责主管李陆佳协理至此。 。 。 盛战胜执行致辞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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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次球赛由宝城ASC工会承办,比赛分男子单打,男子双打,女子双打,男女混合双打四个项目进行。 在组委会的细致协调和筹备下,比赛进行得非常顺利,各项后勤保障工作也准备得非常完善。 下午五时许,经过一篇的激烈竞逐,四项赛事全部顺利完成,本次比赛的精彩看点不断,运动员在赛场上一次次挥拍击球,观战员工看到妙处,情不自禁地给予热烈掌声已是赞赏和鼓励。 各单向冠军 各单向冠军 各单向亚军 各单向亚军 各单向气军 相撘 各单向冠军 球大하게冠军 团体冠军 四周刀公 公ro 处冠G 团体优秀奖 始终将比分保持领先。 在两轮比赛中,两人的比分紧扭不放,精彩的攻防让现场观众掌声,欢呼声不断。最终吕胜强以细腻的战术和稳定的技术,将男单冠军收入囊中,三度缠联男单冠军宝座。不负铁人男神美玉。 随后组委会在颁奖仪式上颁发了本次比赛各个团队和项目奖项,本届赛事圆满结束。